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再一次在教会 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能够回到神的家中真是好 加州州政府在6月15号宣布开放之后 很多教会也像清泉谷一样 恢复了实体的聚会 有的教会步伐快一点 有的教会步伐慢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一间教会在疫情当中 都遭遇到相当大的冲击 就像美国的经济 还有我们个人的生活 都因为这个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有一个统计报道说 在疫情期间 美国的教会大约关门的 有四千多间 就是当教会再度把门打开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这么多的教会 门被关起来了 而也有一些资源少 人数非常少的这些小教会 在两个礼拜前 聚会结束之后跟高牧师的谈话当中 高牧师也认为这些教会 会面临一个要彼此merge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无论是大型中型小型的教会 我想在疫情之后我们都发现 回来参加实体聚会的人数少 对吗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四周 当疫情之前 我们的大堂 常常是坐满了 后面还要加椅子 但是现在一般的统计 疫情之后回来参加实体聚会的基督徒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 有的教会甚至只有四分之一 面对这样大的改变 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 在教会服侍的那些同工 是不是责任更加重了 服侍的频率更多了 而且除了实体聚会之外 还同时要兼顾线上的聚会 所以实体和线上聚会 要同时兼顾的情况下 是不是做工的人更辛苦了 不但做工的人辛苦了 很多的教会 包括福音的机构 也看见奉献减少了 不是吗 所以面对这样大的挑战 不但弟兄姐妹的心中 难免有一些问号 而在教会负责带领喂养的 牧师们 同工们 长职们 也在寻求 神在这个危难的时候 到底要叫我们如何前行呢 我们有前面的一个前行的方向跟蓝图吗 耶稣基督曾经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这句话耶稣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是耶稣要被卖 被大祭司审问 隔天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 那一个晚上对门徒说的 透过启示录的预言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然有一个第二次荣耀的再来 可是那一天晚上 耶稣不是明明就离开他们了吗 耶稣被抓了 以至于所有的门徒 他们都充满了害怕 肆意逃散 甚至还有的门徒信仰破产 不是吗 那耶稣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让耶稣可以说 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作为孤儿 第一 耶稣留下了圣灵 耶稣说我去了 从天父那里 就有宝慧师圣灵要拆下来 第二 耶稣留下了他的道 他所传讲的话语 今天你手中的圣经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道成肉身 清清楚楚从旧约到新约 向我们显明的 靠着圣灵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 神要引领我们走的 那个方向和原则 难怪很多人说 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 而大卫也说 神啊 你的话 这本圣经上的话 就是他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大卫一生不是没有难处 大卫一生不是没有失败 可是神的话成为他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他就是在神眼前 那蒙神悦纳和神心意的人 至今如果你到以色列 没有人不知道大卫王是谁 所以耶稣没有留下我们作为孤儿 他给了我们他的话 他给了我们他的圣灵 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个人生的考验 所以在圣经里 我就看到尼西米记这一卷书 当时尼西米所处的时代 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们有信仰破产的 他们内心充满害怕 对未来无助 没有盼望的 所以尼西米记值得我们认真的查考 一张一节逐字的查考 而今天因为时间的有限 在这一篇信息里 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 在尼西米当中 神向我们启示的三个属灵的原则 第一就是我们如何迎向挑战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首 第二就是我们怎样彼此的连结 共同建造耶稣基督合一的身体 第三我们怎样传扬主的道 不要以为COVID-19来临 教会关门了 基督教要示威了 弟兄姐妹在历史中 基督徒面临到的那个冲击 比今天COVID-19 或者Delta变种 更加严厉的环境 比比皆是 但是靠着神给我们启示 祂的话语 靠着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仍然可以传扬主道 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基督里 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祂要奖赏我们每一个人 是祂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而且要在天国里 把更大的奖赏为我们预备 所以耶稣基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从尼西米记里面 我们就看见今天 我们可以如何来面对 疫情之后的冲击 所以让我用这一段经文 作为尼西米记信息的这个开始 在尼西米记第二章17到20节 尼西米回到了耶路撒冷 对当地的犹大人说 他说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 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王就是尼西米当时 在朝廷中 他服侍的那个亚达薛西王 所以这里他指的就是 亚达薛西王 对他就是尼西米 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但荷伦人参巴拉 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和亚拉伯人积善 听见就吃笑我们 藐视我们 说你们做什么呢 要背叛王吗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 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份 无权 无纪念 从这四节经文 我们就看到 尼西米回去了 鼓励百姓建城墙 他们都说 好 我们起来建造吧 有没有阻力 有 荷伦人参巴拉 维奴的多比亚 亚拉伯人积善 这些是什么人呢 这些就是当 以色列人 他们亡国被掳之后 从外地 被最早的亚述王 后来的巴比伦王 迁到犹大地 居住的这些外族人 在尼西米那个时代 他们瓜分了 犹大地的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通通掌握在他们手中 民生物资非常缺乏 回去耶路撒冷 回去犹大的那些百姓 生活困苦 对前面看不见指望 或许很多那些 没有回去的人说 好家在 我可没回去啊 管他什么 古列王下诏 说你们犹大人 可以回去 重建耶路撒冷 就好像今天 加州政府说 教会可以开放了 管他政府说什么 好家在 我没回去啊 好家在 他们没有回去 不必面临那些愁苦 好家在 他们留在 那个被掳的异地 他们觉得日子 过得还不错 没有这些艰难困苦啊 所以宁西米所处的那个时代 就是没有回去的人 可以照样过着无忧无虑 虽然被掳 虽然是亡国 但是总比那些回去的人好 回去的人苦哈哈的 没有指望 没有回去的人 他们觉得 在外面继续过这个 无根 无家 漂流的日子 做一个属灵的孤儿 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耶稣不是说了吗 他不要留下我们 做孤儿 对吗 我们从来在 神的心意中 他是我们的父亲 教会是神 为我们预备的家 没有人是属灵的孤儿 耶稣不要我们 做属灵的孤儿 所以使徒保罗 亲身就经历 讲过这一句话 他说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你以为 一个困苦的环境 你眼睛看到困苦的环境 就是你今天的答案吗 你以为你脑袋想不出来 对未来有什么指望 你以为那就是 你人生的终结篇吗 弟兄姐妹 不是的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还没听到 心思意念 想都没想过 我们来看 当时回去耶路撒冷的 这些人 看见什么 听见什么 在尼西米记第一章 一开头就说 那些被掳归回 剩下的人在犹大省 请弟兄姐妹 一起来跟我念 遭大难 受灵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 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惨不惨 很惨 所以难怪我刚刚讲 没有回去的人说 好家在 我还没回去 我考虑考虑 等耶路撒冷建造起来了 再说吧 那个不叫信心 所以弟兄姐妹 神为爱他的人 如果今天你我都爱神 你就要确信 神为爱他的人 为你跟我 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见 连我们心思意念 都没有想过的 你知道这一节经文 犹太人看见的 听见的 这样的愁苦 是尼西米记第几章 第几章 是尼西米记的完结篇吗 才开头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今天你的难处 今天你认为 你遇到的拦阻 才是上帝要在你生命中 开始一个美丽的篇章 开始要在他的神国里 展现出他荣耀的作为 在你的身上 显明他就是那至高伟大的神 才刚刚开始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难处中 可以赞美 今天慧玲带我们说 主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 可是我就是要来祷告 就是要来赞美你 因为每一个难处 就是你荣耀见证的开始 哈利路亚 尼西米记说他们遭大难 受凌辱 才是尼西米记的开始 那么神 在这样的难处中 神做什么事呢 距离犹大神千里之外 有一个九镇叫尼西米 有人一想到九镇 就是那个宫廷剧里面 看到皇帝就说渣 然后给皇帝扇扇子倒茶 九镇确实要管理王的膳食 但是在波斯那个时候 九镇是要负责管理王个人的生活 也就是王在内宫里面 一切他的生活起居 都是这个九镇要管理的 所以确实尼西米不需要什么 上知天文下通地理 他不必学父五居 但是要能够做九镇 他必须要怎么样 让王很信任他 觉得他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人 王交代他的事情 他会好好的做 他会以他的指手 就是摆上一切在所不惜 假设不小心喝了那个下毒的酒 你们认为死的是王还是他 死的就是尼西米 所以尼西米以今天来讲 他不必是那个 Rocket Scientist 他也不是那个什么哈佛大学的 这个法学博士 他可能就是像你我一样 当然在我们当中有学父五居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学父五居的人 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 如果你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弟兄姐妹 那我就告诉你 尼西米就跟你我一样 但是他有一个特质 他一定很忠心 他一定好好的去完成 王所交付他要做一切的事情 所以神在千里之外 看到了这一个忠心良善的尼西米 不必有大学问 不必有大才干 圣经上真的没有说 他念了什么伟大的学府 或者家世有多么的显赫 可是他里面有一个负担 他看到犹大人遭遇这么大的困苦 他愿意回去耶路撒冷 你们要想这个尼西米在皇宫里面 他忠心良善 他服侍王 有没有人要巴结他 好 透过尼西米跟王讲几句好话 一定有 那么王既然信任他 会不会亏待他 我相信绝对不会 所以他应该是在皇宫里面 有高官厚禄 很多人要巴结的对象 但是这个尼西米 他想要回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我们刚刚讲 很凋敝不是吗 但是他愿意回去 耶路撒冷的城墙建起来了吗 没有 那个圣殿恢复了吗 还没有 但是他就愿意回去 所以有一天在 为王侍奉的时候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 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三月 他在王的面前摆酒 王就问他说 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莫道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 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所以尼西米 千里之外 他愿意回去 果然 就像保罗当时 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那里 保罗说 如经上所说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连人心也未曾想过 保罗说的这个经上所记 那个经就是以赛亚术 以赛亚的时代 在尼西米之前 大约两百五十年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以赛亚是知道了 哦 尼西米要回去 赶快写下来 神这个为人所预备的 是人都想象不到的 然后在尼西米之前 两百五十年 以赛亚透过圣灵的感动 就写了这一句话 说从古以来 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 还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 纪念你到的人 弟兄姐妹 你注意到吗 神要为我们做一件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必须先是怎样的人 我们是要等候他的人 等候他来为我们做大事的 我们是那个迎接神 欢喜行义 欢喜行义以今天来讲 就是你在乎神的家 你在乎神的道 你在乎你这个人 是不是活出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穿上那个公义的 外袍的那个本质 而且你常常思念神的话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关心神的家 爱慕神的话 那你就放120个心 你眼前所看到的难处 我们以为基督教在疫情之后 惨了 弟兄姐妹 这才是荣耀篇章的开始 神大能的作为 就要在人看都看不到的时候展开 就在那对他有信心 喜悦他的话 关心他的人当中 我们都知道教会这个词 旧约里面还没有出现 一直到新约才出现 所以在希腊文的原文 教会是Ecclesia 那Ecclesia 其实是两个字组成的 第一个字是Eck 第二个字 它的动词字根是Kaleo 我在PowerPoint上面有写 这个Eck 是一个介系词 是From Out Of 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 Eck是出来的意思 Kaleo是呼叫 呼喊 所以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 从这个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人 这是教会 所以今天你如果知道 你是被神呼召的 从这个世界上分别的 与你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你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 有一个新的 让神的话来充满你的心思意念 你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而哥罗西书一章17到19节 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这一节经文讲 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 所以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神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教会里面彰显 神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这一群我们被神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人 行在他的旨意中的人 就有一切的丰盛 从属天而来的供应 与我们同在 你会说可能吗 虽然刚刚前面我讲了 以色列人看到的那些危机惨况 只不过是一个荣耀篇章的开始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找见证说 你举个例子给我看 怎么样在百废萧条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身体还能经历他的丰盛 那我就很实实在在跟弟兄姐妹讲 你们都知道神呼召我做播种国际事工 对吗 今年进入第十二年 刚开始的时候 播种国际事工的这些教材 不像今天 很多在北美 在南加州的教会小组 甚至台湾 加拿大 纽西兰 世界很多国家的华人教会 都在使用我们的教材 当时一开始 没有人知道 那没有人知道 就当然没有人会奉献 所以神既然呼召了我和Raymond 那想当然而奉献的就是Raymond 所以每次没有钱 我就看看Raymond 有没有钱 然后每次开完影片 那个Vincent都说 Susan啊 我们有没有钱拍下一部啊 我几乎都是告诉他 我说现在银行里没钱 那如果神给我们钱 我们就继续做 神如果没有钱 我们就不做了 因为这不是任何一个人 好像很有这个ambition 要出来做的事 那有一次Raymond就跟我讲 好了Susan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好好跟你谈 你们一听到这个 有很重要的事 就知道大概不是什么好消息 好 对对对 这个韦超 马上就说出了重点 快没钱了 所以我说 好 那这样我就三年 不买衣服鞋子皮包 这个女生嘛 永远衣柜 少一件衣服对吧 这是弟兄 这一辈子都不理解的 好 我说我三年不买衣服鞋子皮包 那Raymond就说 好 既然你有这样的心 我也一起配合 所以呢 男生喜欢什么 比较新的这个手机啦 他喜欢摄影 他说三年 他就不买任何的电子产品 什么电脑啊 手机啊 他喜欢的摄影 他都不买 就这样三年 弟兄姐妹 真的 我向你做见证 还不需要等到三年过去 神好像就是 打开了天上的府库 我不知道谁要为播种奉献 我只知道奉献的人 是参与在神国的荣耀当中 但是就是这样 一点一滴 如果弟兄姐妹 你有收过播种的带导信 如果你每一次都看 我请你做见证 我有没有一次 在带导信里面讲说 弟兄姐妹啊 拜托拜托 赶快帮播种一把 我们发不出薪水来了 我们下面的影片没钱了 没有 这就是神的作为 是丰盛的 超过所求所向 上帝的恩典 真的是 眼睛没有见到 那些奉献的人 我十个里面九个半 甚至十个里面九点九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什么时候要奉献 我也不知道 但是神让播种没有缺乏 那很多人可能说 哦 那你跟Raymond 不是我 我是没有薪水的 那Raymond奉献这么多钱 那你们家肯定很穷了吧 确实Raymond每一次 那时候播种一开始 都是六个数字的奉献 到今天加起来 可能快要七个数字了 你们可能会想 那你们家大概很穷 你又没在赚钱 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当我们回头想这十二年 我觉得神没有拿 我们的一毛钱 我们以为给神 我们就少了 可是神 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法 把我们给他的 又再加回来 Raymond的公司 好几次改组 他上面的VP 在最近一次改组 走了六个人 他们本来都是这个 Founder的那个 Core Group 走了六个VP Raymond也觉得他的工作很危险 神就保守了他 到现在他很想退休 可是公司还不想让他退休 谁做的 是神的手 因为耶稣基督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住在他的身体里 只要你是爱神的人 只要你是对神有信心的人 你要相信 耶稣基督的丰盛 就在你里面 就在你的家中 Amen 所以当以色列人 在那样的处境中 你心里看 他并不是看到了 耶路撒冷将要有什么指望 但是他有一个里面的信心 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一节 和和本的翻译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新一本的翻译更好 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 你心里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改变 但是他知道他所盼望的那个神国的荣耀 因为神喜欢叫他的家丰盛 他就相信 他还没有看见 但是信心就是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 是一个证明 今天如果你回家好好地读尼西米记 你就会看见一开始是这么的愁苦 但是神在他们行作大事 带来了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 虽然百姓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确据退缩 但是当尼西米鼓励他们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起来 所以他们愿意迎向这个挑战 虽然耶路撒冷荒凉 虽然城门被火烧 城墙被毁 他们不愿意只是甘心受入 所以他们带着信心迎向挑战 不但是如此 我们刚刚还讲到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神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所遭遇的 尼西米还看不见那将要成的事 但是他知道神一定有丰盛 所以他用一个无私的爱心 回到犹大地 在这里他说 我横心建造城墙 没有质买田地 有犹大平民和官长 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 我不要神长的俸禄 因为百姓服役胜苦 所以他不但有信心 而且他是带着这样一个 无私的爱心回到耶路撒冷 他不拿薪水 每天家里还有一百五十个人来吃饭 以前的薪水 不像现在今天公司给你发薪水 direct deposit 你连那个钞票都还没有看见 他就已经在你的账户里了 尼西米那个时代 薪水不是这样发的 不是从皇宫里面 皇就派了这个保镖 骑着马 把尼西米所要的这个奉路 就放到他家里 其实是反过来 当时省长的奉路 就是尼西米向当地的人磕睡 皇帝说他要拿多少 把皇帝的药的交给他了 剩下的就是省长 就是尼西米的 所以在尼西米之前的省长 想说好不容易 有一个肥缺 能贪就贪 能烙就烙 反正给了皇帝的 剩下都是我的 但是尼西米说 我不要丰路 他还开放 让人家到他家里来吃饭 那很多人也想 我回来是都市改造计划 那现在赶快买一块田地 将来怎么样啊 这个土地上涨百倍 那我不是就大富大贵了吗 尼西米完全没有这些贪污的思念 他关心的是神的家 他关心的是神的百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以路月25日城墙修建完了 总共才用了几天 52天 你家里有没有修过 这个厨房remodel 或者院子 你觉得有一个patio要重新建 这两样事情我都做过 因为我们在现在的家住了超过20年 这个kitchen remodel就花了四个月 我们家的kitchen 不是Amy家那么大 我们家的那个后院 那个工人说 哎呀很快很快 三个礼拜就好了 三个月才好 可是耶路撒冷的城墙 52天就修完了 不是尼西米鱼工一山 今天搬一个石头 明天搬一个沙 是许多人和他一起同心建造的 所以尼西米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参与建造的人 那么经文呢 很特殊的都有我在powerpoint里面给你看到的这个很特殊的记载的方式 都是其次 像这里 迎降哈海亚的儿子乌靴修造 乌靴修造完了 其次是坐乡的哈拿尼亚修造 接下去又是其次 谁谁谁修造 所以这个其次 某某某某人修造 是在尼西米记第三章一个很特殊的记述的方式 而其次在西伯来原文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 第二个字是 其实它是一个连接戒系词 因为乌的意思就是 就是还有什么什么 是一个戒系词 就是接着什么什么 因此 加在一起 你可以翻译说 并且接着 好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 是手 所以换句话说 其次某某某某某人建造 是并且接着某某某某人的手 如果是单数 我们就会看到有单数的词尾 如果是负数 因为有时候一段城墙是一群人在建 超过一个人 那么就是负数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尼西米记第三章一个很特殊的记载 就是他们建城墙的时候 都是接连着前面的人 接连着他或者他们的手 继续建造 是手连着手 接着一起来建造 所以弟兄姐妹 他们建造城墙 尼西米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可是每一个人 如果要在52天里面 那表示他们应该是同时都在建 对不对 可能Lily跟Peter要建这一块 黄大哥黄大姐要建这一块 Amy要建这一块 不可能等到Lily Peter建完了 好 黄大哥黄大姐在接着他们的手 然后Amy在接着黄大哥黄大姐的手 不可能一定是他们同时建造的 可是同时建造又还要手连着手 这是什么意思 同时建造 我们知道尼西米那个时代 在游大帝 男女老少 不分贵 贱 贫富 每个人都参与 所以那个身强力壮的 很可能说 哎哟 你怎么建那么慢 那个把城墙修得很漂亮的 说哎哟 你的城墙怎么这么丑啊 那样就不是手连手 所以在他们当中 没有嫌弃 没有比较 没有增进 没有夸口 这就让我们想到以福所书四章三节里面 讲到说 当我们要建造 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肢体 以色列的百姓 同心建造城墙的时候 他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虽然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建造 那个城墙有的厚 有的宽 有的需要建的高 有的需要建造的就是矮重厚实 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彼此用爱心互相宽容 没有批评 没有比较 没有袖手旁观 也没有冷眼看别人出笑话 手连着手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同心面对疫情以后 教会所面临的冲击 我们就是要手连着手 心连着心 用爱心彼此联络 来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城墙52天就建完了 那很多人会想 那尼西米记也就结束了吧 No 尼西米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耶路撒冷 教导犹大帝的百姓要来认识神的话 在圣经上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上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这律法书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 阿们 就低头面浮于地 敬拜耶和华 所以尼西米就请了以斯拉和他一同 来教导犹大的百姓来认识神的话 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教会 第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除了刚刚前面讲到的两个 要迎向挑战 以耶稣基督为援手 彼此连结 建造基督合一的身体 第三个 同样的重要 我们要传扬主道 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 传扬主的道 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告诉门徒的大使命 他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耶稣给的吩咐 圣灵来了之后 那个曾经信仰破产 那个害怕胆怯 以为没指望的这些门徒 纷纷起来 四处传扬主的话 如果弟兄姐妹 有看过各种发行的约伯记 其中的影片 还有在六月份 如果你有读 我们透过电邮寄送的 这个谁在播种 这个单元 你会对这个画面 很熟悉 这个画面里面的男主角 就是我们约伯记的主角 我讲他干什么呢 他是印度人 他的祖先 从他的爸爸祖父 真祖父 真真祖父 一直推到两千年以前 他们的家族 以及他们的那一个村落 都是基督徒 今天印度政府 打击基督交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的家族 两千年以来 不知道面临过多少的 政治的迫害 打击 但是他们整个村落 都是基督徒 他们又被称为 Thomas Christian Thomas是谁呢 为什么他们要叫自己 叫多玛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有一个 我们说 他好小心 他就是那个信心不足 说 我如果不 把手 看到他的那个钉痕 那个肋旁 如果没有让我看见 手戳进去 我不相信 这个多玛 被圣灵翻转 走到了印度 向当地的人传福音 神迹奇事 随着多玛 这些人就相信了 而且持守了这个信仰 两千年之久 弟兄姐妹 传扬主的道 因为我们只要负责传 叫他生长的是神 是神的灵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也劝勉我们 说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负责传扬神 用各样的智慧 用各样的方法 劝戒教导 何和本翻译说 把人 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新一本在这里 翻译得更好 说为了要使个人 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 所以我们用各样的方式 要使人 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 所以面对疫情 我们播种 也在YouTube的平台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 播种YouTube的平台 我鼓励你上去 然后到Playlist 你会看到播种过去 所有发行的教材影片 每一课每一集 通通都在YouTube上 免费让你观看 免费让你学习圣经 还鼓励你 可以传给那些 要学习神话语的人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传讲神 不只是在YouTube上 在文字上 在我们的社交群组 在Facebook 在Instagram 我们也有圣经的教导 圣经句子的分享 圣经里面经文的鼓励 为了要把人 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 为了要使他们 能够在基督里得到完全 你说这个基督里得到完全 教会教导 你们播种也很努力 但是什么叫做完全 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完全 我用大卫讲的这一节经文 来帮助我们明白 大卫在诗篇139篇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经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所以我们今天 会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偶然的 是神造了我们 甚至我们还只是一个 小小的胚胎 受精卵 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 以后有机会 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 但是在今天 我要告诉你 你的存在不是偶然 你的存在是神 为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 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神都已经把他写在 测上了 所以神给我们的恩惠 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而且在我们一生当中 无论你经历的是顺境或是逆境 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见证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 也勉励我们 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与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祝福的 是施恩典的 施要我们刚强壮胆 好领受他在国度里 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 但是就像尼西米他们建城墙 有没有人不甘心 有没有人眼红 有 你的生命的敌人就是撒旦 他想 这些人 没有什么高言大志 凭什么将来做神国度的继承人 他要控告我们 昼夜不停地控告我们 他要抢夺我们 把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 要偷窃 要杀害 要毁坏 所以弟兄姐妹 属灵的原则 你必须要掌握住 每一个困难 都是撒旦可以控告我们的机会 但是每一个难处 都是我们宣告得胜的开始 是那个神在我们生命中 要做奇妙作为 荣耀篇章的开始 阿们 所以让我们带着信心 一起继续地传扬主的道 把个人完全地 在基督里面 神要给我们的丰盛 让个人都可以完全地领受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讲过这一句话 当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 我也特别针对这一句话 有跟弟兄姐妹做勉励 这一句话说什么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然后后面还说什么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耶稣基督需要给我们戴高帽子吗 他需要巴结我们吗 让我们feel good 然后好像我们从口袋里 拿一块钱 奉献给神 神这么富有 他不需要巴结我们 耶稣有讲过谎话吗 也没有讲过谎话 那他说我们还能做比他更大的事 我们还能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 这更大的事是什么 弟兄姐妹 教会是什么 是神从这个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所以今天 神把建立教会这个使命 两千年以来 就一直放在那跟随他的人 用信心仰望等候他的人 用那个忠心跟勇敢不惧怕挑战的人 就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果然要做比神 比耶稣基督所做更大的事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一并传道 行神迹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祷告得医治的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身上污鬼被赶出去的 耶稣当时有十二个门徒 有七十二个使徒跟随着他 历世历代 以来教会基督徒传扬福音 直到现在 那加起来不知道几十亿人了 我们要做比神更大的事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他一切的丰盛都在教会里 你不要看眼见 说在我们当中这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人能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这是荣耀的开始 我鼓励每一个人回来 回来到教会一起重建圣殿 一起恢复圣殿的荣耀 一起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 一起恢复清纯古教会的荣耀 因为我们还有前面更大更远更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继续传扬福音 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得救的人就跟着我们 福音传到哪里 他们就相信到哪里 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夸奖说 在难处里你没有跌倒 在困境中你没有害怕 来到我的家中 与我共享宴席 配得天上的尊荣 与他同坐王 直到永远 今天清纯古教会 你以为就这么少的人能做什么呢 回家看尼西米集 城墙52天就建完了 尼西米呼呼了色列人 在圣殿里的敬拜 恢复了神的关系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犹大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地 直到今天 1948年犹大复国 这都是神的作为 今天在难处里 正是我们清全古教会 要为主做荣耀见证的时刻 你预备好了吗 愿意一起来同心建造教会吗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大能大力 和随时的引导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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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